還有就是女生愛喝下午茶 對 女生很愛喝下午茶 下午茶如果她訂位置訂不到 就開始打電話就開始錄了 老公 我那個電話訂不到 那邊我們有四個人什麼 好 他就叫你去了 他叫你去 你就想辦法打下去 想盡放 你好 我是潘老師 因為我想要來這邊吃 我聽人家說你這邊都很棒 我就講了一些方法 他說 潘老師好 那我就幫你安排一個位置 可是呢 我人要去 人家是賣你面子 所以你人要去 就變成我要陪著他們去 幾個老太婆喝下午茶 老太婆 老太婆 那個都五六個都是老太婆 確實也是人記嘛 對 我就陪著他們 我一定要陪著他們 喝完下午茶之後 我才能再去工作 我老公讓我最困擾的地方是 他沒有 然後比如說我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因為他是業務 他常常要送禮 那他的客戶可能會有 什麼女性的長輩啊 婆婆媽媽啊 然後太太小姐這樣 所以他有點不知道要送什麼 那他們就給他一個訊息說 比如說我們平常都有去做指甲的習慣 有做臉的習慣 我就說那不然你就買這種券給人家吧 要不然你送什麼蛋糕餅乾 人家也不喜歡這樣 我跟你說 送這個禮物啊 我都已經上網把它找 比如說某一家美甲店 然後呢 美甲店有賣那個券 然後那個券可能比如說一張一千二 然後你可以買一本 你就可以把它分分分送給大家 這個指令這麼明顯了 這麼清楚 他只要去那個店裡面說 我要買這個 給我一本 這樣就好 這樣他都不敢去 他會覺得很尷尬 他會覺得你去那個店裡面 人家會覺得你一個男生 來美甲店做什麼 他有偷東西嗎 沒有啊 如果叫他去買三溫暖的券 可能好一點喔 對 他就會覺得很尷尬 所以他就會覺得這種事 一定要你跟他去 可是男生就是有些這種迷失啊 對 可是我跟他去 其實我也是講一樣的事情啊 你可以拜託毛特拉陪你陪他去啊 因為毛特拉你在做美甲 其實他叫毛特拉 毛特拉 毛特拉是你在改名字 毛特拉在做美甲 他就會覺得很尷尬 怕人家覺得他怎麼樣 可是哪有怎麼樣 你就進去買一個東西又怎麼樣 或者是要訓練 對啊 哪有怎麼樣 所以有時候 男生不敢去一家店買東西 是因為怕被人家質疑你的性向嗎 男生去弄女生的東西也會怪嘛 就像男生叫你女生去買男生 那你看那個誰 羅志祥還不是每天修 對啊 又不是請你們去買內衣啊 對啊 或是貼身用品 會耶 還是不一樣 我女朋友最近因為 就是要我陪他去買那個內衣之類的東西 在旁邊很尷尬 你知道他們花多大時間在那個 就是在四川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要在外面幹嘛 你就陪他你知道怎麼樣 對啊 他想問你哪一套 你比較有感覺啊 對啊 站在外面 大家都用那個異樣的眼光看 對 你好像是變態 你只要在一個內衣的專櫃面前 幹什麼 你知道嗎 你要再幫我們叫到更衣間裡面 站在那邊躲起來還OK 你們要示範的時候 進來穿給我們看 不然我們站在外面就是太難看 怎麼會 很多人覺得是好 不是 可是我們去買內衣 我們在裡面試穿 然後把另外一半拉進那個 試穿間裡面 這不是很尷尬嗎 不是啊 你要穿什麼 誰要穿給我們看 當然是在四川間裡面 不然你在外面穿給我們看 夢多有這個系列嗎 夢多 我跟妳講 這個系列 基本上我們演一下 就是女朋友在裡面嘛對不對 所以說我在外面的時候 一個人是變態 所以呢 所以就是說 其他的電影進來的時候 好像是我在一個人在這邊嘛 對… 所以我們還要演 寶貝還好嗎 假裝跟我們聊天是不是 會不會太緊 那個演唱OK嗎 知道我們多尷尬嘛對不對 對啊 我跟你講你在內衣部 你會這麼覺得 沒有在任何一個地方 都會被這麼覺得 對… 那是我們的問題 凱傑 你之前在扭 現在是在賣衣服對不對 對 你有碰過這樣的狀況嗎 你有沒有看到有些男生 就是陪女生去買衣服的時候 真的會很尷尬 會啊 很多 因為女生男生很MAN嘛 錯了我之外 可是 除了我之外 OK… 那不是我說啊 然後 就是會有很多男生 跟女朋友一起走進來 然後女朋友都小 事實上那個 就是去換衣服嘛 然後男生就在旁邊 真的…真的會很尷尬 就是他們就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我會去陪他們聊天嘛 因為他們一個人站在那邊 就是一看他的臉 就知道他不知道要幹嘛 對啊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每一個男生都會有的 尤其是那種 全部是女生的 那個店買男生女專就OK了 可是全部女專的話 我們男生到底要幹嘛 對啊 真的 那你自己如果女朋友 請你買東西你也會去買嗎 我會啦 因為我之前就是在那個店上吧 所以我習慣了 而且我女朋友就是覺得我 我眼光就算不錯啦 可是我討厭其實 女生常常會要你去陪她 不是因為她要你陪她 是因為 因為你有其他的作用 比如說付錢 工具人的東西 對 就是之前我女朋友 就是打電話給我說 要不要去Costco陪她 然後我說 Costco你可以自己去啊 然後她說 她是說服我 因為我很愛賣巧克力 她就說那邊有很多 國外的巧克力 你要不要來 那我就去嘛 去她家 我就發現她一個人在那邊 還有她的妹妹 還有她的表姐 我開車 所以我開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要開車 我要幫她們搬東西 因為她賣的東西超多的 然後她要回家 她有一個一個送她們回家 你知道那種感覺 然後到她那邊的時候 我想說 好啊至少可以 陪你朋友去吃一個飯嗎 然後她就說 好啊謝謝你 拜拜 我們要去吃飯 這樣子對嗎 其實買衣服 我對我來說無所謂 我是不喜歡等女生的小助理吧 有時候我發現台灣女生 非常 就是舊的衣服啦 就是買過的衣服 我又遇到一個很誇張 就是她幾乎穿的衣服 就是一兩次 她就要買 就是丟掉吧 然後我就想說 太浪費了 可是她就是要這樣子 然後她就是要每一個禮拜 就是要去買新的衣服 所以她開始會學習反串 是因為這樣子 不是啦 我就說 但就是一直要賣新的衣服啦 然後是要我陪著她去 然後她就跟我說哪一招啊 我要我們走一走啊 就是跟我逛逛啊 逛個頭啊 因為每一次陪她去 是要拿帶子的人 就是白宮 有些女生真的很誇張 因為問題是 我有一次有一段時間 就是在日本 不是很流行那個什麼 很緊的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牛仔褲 牛仔褲 緊身褲 內搭的內搭褲那種嗎 有一點就是有彈性的 有彈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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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超級穩 就是很穩的那種 很緊的褲子 對 很緊的 然後呢 這個女生問題她身材很好 但是身材的比例有一點奇怪 就是她是大屁股 腿很細 有一點那個肚立 肚立也是大屁股 因為她是其實很細 但是肚子這邊就很大 有一點黑臉的身材 所以那個女生就是 但是很喜歡她小腿這個部分 就是很緊很緊那種的 但是她如果有挑這個的話 這邊很 穿不進去 對 很緊 對 反正那個時候她硬要試穿 就是硬要 就是 那種的 很 差點爆炸一樣 她說 寶貝 好看嗎 這個可以嗎 我說 你 你喜歡就好 我自然這樣講啊 結果回到家 買好那個衣服 我們一個禮拜 她這個一個禮拜吃太多 然後那天我們再去約會 穿不下 然後她突然很生氣 你那天不是說我可以 還快就怪我耶 然後叫我退貨 我說好 對 這個女生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公主病的女生 因為褲子是褲子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還是乖乖的 就是她給我太子 她給我一個太子 就是那個包包 然後她有那個發票對不對 那我就退貨對不對 然後她說 不好意思 因為你的表件 失掉 所以就不能退貨 她還罵我耶 因為她的表件是 還該就是那個 不是直接失掉那種的 就是比較綁起來那種 所以如果 因為她是放在跑包裡面 就是那個大的跑包裡面 誰知道 我回去跟她說 不好 那個不難退 還罵我 你真的很笨嗎 妳有腦袋嗎 我很聰明耶 她怎麼發現妳沒有啊 沒有